好餓 10號凌晨2點多 職員警力火速 趕到台中北屯 這間燒烤店 因為店內傳出槍響 然後燒烤店消費 竟然為了搶麥克風起口腳 而嫌犯竟然持空氣槍 直接朝對方臉上射擊 紅衣男子躺在單架上 手霧著臉表情痛苦 送往醫院治療 生意聚餐歡唱 竟然會被開槍送一家屬 趕緊通知其他親友 被人家開槍 用空氣槍 還好不是真槍 真槍我們就直接在 就到殯儀館就好了 先大家去醫院驗傷 20多歲陳姓男子 臉部被空氣槍打中 雙方在店內大打出手 衝突原因是另一組 50多歲王進嫌犯 疑似不買他占用店內麥克風 不然開槍 這麥我們都是輪流的 會問說是誰的格價 可是麥是在他們那桌 然後他就說什麼 人家常麥 常麥他就不高興 要找人家麻煩 先推他 我們說講話就講話 不要動手 他就拿槍開他的臉 如果今天是真槍了 我指的就被打死 有兩人在拉扯 以及多人在勸架 由於場面混亂 警方立即採取強勢作為 對上在拉扯的民眾 使用辣椒水 以迅速控制現場 由是警力道場噴灑辣辣椒水 才將衝突場面控制住 持空氣獎男子 因為被傷者親友毆打全傷 還被酒瓶砸頭 也被送醫治療 聲音飲酒歡唱 因為搶麥克風 也面臨全五行 雙方互告傷害 這次也歡迎你的視頻 可視頻報導 立刻下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